那你在纽约有没有参加过Party呢? 没有,在纽约应该没有参加,但之前有出席说一些朋友的晚餐 应该是更正式一点的出席的是应该他的一个生日会 但是也是小规模,是在一个餐厅里面大概有十多个美国人 因为他是我的客户,所以正好是我出差,然后就邀请我去参加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? 是在一个意大利餐厅里面,就是一个比较小的,然后大家吃饭 然后会切生日蛋糕,然后会带一些气球 我们国内现在人也是这样过生日,你觉得有不一样的吗? 其实我真的还没有觉得什么不一样 觉得怎么讲呢,就是像这些友情啊,爱情啊 我觉得其实在每个国家,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对,就觉得像这种生日的party的话 两国人的这种形式是一样的 对,形式是一样的,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是一样的 对,因为这是那个世界的接轨嘛 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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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多东西现在都已经被同化了 对,然后只是他们的表达,他们表达感情或者表达的日常生活的方式 我觉得会更,怎么讲呢,更真诚一点吧 或者更乐观 对,更自然一点 对,更自然一点 它会很,就是很容易去赞美你 因为这个表达还有赞美也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,或者是从小的一种家庭教育 对,它会不停的赞美你 像我那天穿那件裙子,我自己其实并没有觉得 但是每个人讲,哇,you dress gorgeous,you look beautiful 对,然后他们不停的会让,就让你感觉很好 你今天很好啊,你今天很好啊,很棒啊,很美啊 对,对,不管他说的是不是真的,但是你听着很开心 对,对,对,然后在国内,怎么讲呢 收到这样的赞美会少很多 跟在这里,跟纽约里 可能有人,国内有人会说,呀,你今天怎么能穿成这样,穿成这样就敢出门 对,你的特别好的朋友会这样讲 对,但是在美国不会这样的 对,然后很多人走,即使走在街上 然后有很多人说,我喜欢你的包 I like your purse,然后 I like your dress, I like your scarf 会不停的跟你讲,我喜欢你的 我喜欢你的长发 对,然后而且我觉得更 纽约让我感觉很好的地方 最好的地方,我觉得我遇到我每个人都好热心 对,然后试试,比方说我晚上 从地铁出来要找我的酒店 然后有个老太太 然后一直把我送到酒店 然后再回她住的apartment 对,很多人反映在美国,这个雷峰还是比较 对,我个人也是经常 对,在地铁也要或者,然后拿一个suit case 然后有个男孩子,他就会帮你 他说你要不要帮忙,然后就帮你拿上去拿下来这样子 对,那是因为你是美女 谢谢,谢谢